续言 是受杨幂所托 为奇迹笨小孩打call 杨幂有这个魅力 如果她开口求人 没有人不会答应 李线和白宇 都是杨天真旗下艺人 难道李线是受白宇所托 为奇迹笨小孩打call 李线说了 有很多好友参与奇迹笨小孩 说明和白宇没关系 周比畅是杨幂的闺蜜 难道她是受杨幂所托 为奇迹笨小孩打call 其实不是 周比畅为奇迹笨小孩 唱了新功曲向前跑 奇迹笨小孩首应时 周比畅也去了 张亮颖是05超女继军 周比畅是05超女亚军 张亮颖和周比畅的关系一般 张亮颖不可能受周比畅所托 宣传奇迹笨小孩 大部分明星为奇迹笨小孩打call时 都提到了文木野的名字 比如姚晨 彭玉畅等 说明他们是受文木野之托 除了王源 王俊凯 几乎没有明星宣传奇迹笨小孩的时候 提到易阳千玺的名字 说明易阳千玺在娱乐圈没有太多的朋友 讨论 你会因为这么多明星为奇迹笨小孩打call 而去看电影吗 张亮预稿